那很多客户反应水母不会在里面飘 现在给大家试一下 这里把水母放进加盲水然后把水母放进去 放进去之前呢这个水母呢 它是 它是有些气泡的你看到没有 你照一下照一下这些气泡这里 你看我指的这里这里这些你看 这里 这些这些这些气泡 水母就是不会动的他只会飘在上面不会动的 看到没有这些气泡呢 这些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 照不照清楚 你看这些啊这些气泡 气泡一点一点水母是不会飘的 飘不上来的 那么你们首先把这里的气泡给 水母的气泡给弄掉 弄掉弄掉 捅一下水母 把里面的气泡给给给 给弃掉弃掉这些气泡 弃掉它 但是这气泡就不不不 没有那么容易弃掉它 那么的话你可以加个洗洁精 加个洗洁精 加一下 啊打开开关 打开开关 打开一下开关 那 那它是会飘的 这个马达是会撞的 你看到看到没有马达在吸水 那么它是会撞的 那这个水母就拍在最上面 它不会往下 不会往下扑的原因呢 就是看到没有它这些气泡点 你看到没有 这些气泡 这些气泡 水母 有这些气泡所以它没有没办法 往下往下飘 那么我们加点洗洁精下次也可以了 加点洗洁精下次就会往上飘了 那加点洗洁精 啊现在加啊加点洗洁精 啊 那我那看水母就开始往下飘了 加点洗洁精的原因呢就是为了 把水母里面的气泡给气掉 这样子的话就水母就会会会飘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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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